好的,那么合在一块儿,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可以出来了 就是说,猫的,它的这个情感世界,可不仅仅只是一种反射或者直觉的一个集合 换言之,它是想说猫的情感世界会更加细腻 那么,人们是可以学到,学到怎么样 所以就是,为引出一个重句,然后后面再跟一个代出不定式进一步说明 正如同人们可以学到,学什么呢 repertoire这个词,请大家注意翻译比较奇怪 因为它其实是来自于法语单词 它指的是呢,一个曲目 它里面会包含详细的就是这出啊,演员,具体的内容等等等等 然后就是一个关于戏剧表演的一个曲目,或者说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在文章中,它其实就指的是一个整体 后面还有说到enquipelton,体态,身体的姿态 bevagon,一种运动 甚至呢,loughton,甚至这个声响,声调 to fish in 结合前面那句,就是人们可以学到怎么样去理解 就是它其实暗指的是猫,猫的这个所有体态 运动,甚至是它这个声调 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整体,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它的话 回到主句 Fir anschaut le hit z 使之非常形象化 z,z当然就指的是作者啊 作者就把前面我们说的这一堆都变得非常的形象化 展现出来了 在什么地方展现 in diesem aufschlussreichem und kurzweiligenbeitrag zur psychologie der Katzenseelen 这边关键的其实有两个形容词 就是怎么样的beitrag beitrag我们前面有说过 在这里就指的是书 出版物 它本来还可以指的是贡献 甚至是一个费用 它有三个意思嘛 一,贡献 二,费用 三,出版物 就是作品 那这里肯定是作品 在这本怎么样的作品呢 两个形容词 aufschlussreich和 kurzweilig 前面那个单词指的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很有教育意义的 而第二个单词指的是娱乐的消遣的 大家可以去想 它其实跟我们的langweilig 正好是相对的 kurzweilig和 langweilig langweilig是无聊的 所以 kurzweilig就是好玩 或者说消遣娱乐的 最后呢 在这个beitrag后面还有一个后制定语 zur psychologie 是对于这个猫的灵魂的心理 这方面的一本作品 再看一下第二本书 Be distimmer der Eichel Franzen und ihre Gefühlswellten von Birgit Winter 挺有意思的一个书 它说的是 Distimmer der Eichel 同学们认识Eichel这个词吗 它指的是橡树 橡树的心情 橡树的情绪 这突然间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至橡树 当然这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它后面还解释一下 是 Franzen und ihre Gefühlswellten 植物和它们的情感世界 这就引起我思考了 诶 植物真的有情感吗 好的 那么上来第一句话 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Planzen besitzengefühler wene kommunizieren wunder einander wene mit ihr Umwelt Zo die Taser von Birgit Winter 我们先说最后的 Zo 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句型 我已经碰到过好多次 就是谁谁谁这么说 比如说默克尔这么说 Zo符号美亚克 那么现在是 Di Taser Taser就是论点 谁的论点呢 Birgit Winter 他的论点就是这么说的 好 我们再看前面 论点是什么 植物 它也具备了情感 Zi besitzengefühler 它们具备情感 并且呢 kommunizieren 他的名词 更加大家会熟悉 kommunikation 交流 他的动词就 kommunizieren wunder einander 相互之间在交流 还有跟什么在交流呢 mit ihr Umwelt 并且在跟他们的环境 也在交流 Anschaulich offenbart sie dem Läser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neuesten Kommunikation 现在变成一个动词 就是暴露出来 或者就是公布 公开出来 所以他也可以指的是出版了什么东西 Anschaulich前面说过 就是很形象 很生动的 很形象 很生动的呢 这个作者呢 就像这些读者们展示了一个 Übersicht 一个概冒 一个概要 关于什么的概冒呢 Über 所以是Übersicht Über 关于什么的一个Übersicht Neuesten Erkenntnis 最新的获得的知识 Kentnis 那就是现在是获得的知识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 最新我们知道的东西 以及Forschungsstand 我们研究的水准 研究的水平 Auf diesen Gebiet 在这个领域里面 并且呢 还要尝试着去找出来 Versucht herauszufinden 要找出 In wie weit 这个问句 它其实字面意思就是说 以多远的形式 或者说走到了哪一步 走到了多深 程度到了什么地方 Wir impflanzen intelligente gefuse wiesen sehen können 我们现在在植物的 这个情感的这些存在当中 我们到底能看到哪一步 那么按照书里面的这些读 Lektüre就指的是各种读 Wirth der Läse Läse就是读者 读者会 Wirth 那么现在这个Wirth 是被动态吗 还是将来是 根据最后的动词 圆形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是将来是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表达 读者 看这本书 那么它可以怎么怎么样 Wirth empfindsam 那么它会 emfindsam 就是更加敏感的 更加能够感知到的 还有是 Wach 来自于Wach Wach就清楚 清醒 Mitdämpflandsen 那么要分析清楚 这个Mit 是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Mit 是来自于最后的 umgain 与什么打交道 umgainmit 我们现在变得 更加的敏感 现在变得更加清醒 要干嘛呢 就是在跟这些 打交道的时候 好 现在是跟植物打交道 后面还有跟二格 什么植物呢 zanatequity umgibon 它周围 每天日常的周围 里面的这些植物 打交道的时候 好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in jedem fall an buch das einen für neue Kenntnisse öffnet oder zum nachdenken anrigert 这是一本 对于人们而言 是一本可以怎么样 启发新知识 并且呢 促进你去思考的 这么一本书 注意这句话里面 这个 einen 它其实就是 Mang的四个兵语 因为它现在呢 是 öffnen的 兵语 所以是四个的 换句话说就是 这本书 打开了人们 那么对于什么 打开了 我们的 für 接着跟上 所以现在这个 人们是四个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本书 C Gefühlsmanagement von Andreas Stein Fast jeder kennt das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wollen wir sachlich bleiben und doch kommen Emotionen hoch Und Gefühle bestimmen letztendlich unsere Handeln und unsere Entscheidungen Nur wer diese Tatsache ins Auge sieht und sie im Abtag berücksichtigt kann seine tägliche Arbeit bewältigen und im Beruf bestehen Ein Buch für alle die lernen wollen wie sie erfolgreich mit den eigenen Gefühlen und den Gefühlen ihrer Mitmenschen um gehen Ok 那么 这本书 看起来 是 情感 管理 Gefühlsmanagement 作者 叫做 Andreas Stein 好 他先陈述了 这些情况 大家都知道 fast jeder kann das 几乎每个人 都知道 这样的事情 在特定的情况 下面呢 我们都想要 保持 很理性 in bestimmte situaciones 在一些特定的 情况下面 wollen wir sachlich bleiben sachlich 字面意思 就是说 是关注 这个事情 本身的 因为 它来自于 sach 事情 这个词 sachlich 就是 就是论事的 然后呢 比较客观的 这都叫做 sachlich 所以我这边翻译成 比较理性一点 比较理智一点 doch kommen emotionen hoch 但是呢 我们本来想这样 但是可能 情感 情绪 就会很高涨 情绪很高 und Gefühle 而感情呢 在最终的时候 或者倒过来翻译 在最终的时候 感情决定了 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的决定 这部分的动词 还是 不是 就是决定 那么 gefühle 情感决定 决定的 编语是 Unser Handel und unsere Entscheidungen Nur wer diese Tatsache ins Auge sieht 只有那些 将这些事实 都看在眼里的人 并且呢 Sie im Alltag Brucksichtigt 并且能够将 这些情况 在日常当中 都考虑到的人 Brucksichtigen 这个词 不就是顾忌 顾虑吗 好 只有这样的人 Kan 这个地方 其实省略了一个 Dare 大的结构上面 大家需要把握住的是 Wear Dare 前面的Wear 和后面的Dare 是个呼应的 谁要是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人 就怎么怎么样 那么语法上来讲 如果后面这个Dare 在这个Dare 这句话里面 它是一格 也就是做主语的话 那这个Dare 是可以省略的 那假如是 四格的Dame 或者三格的Dame 那是不可以省 另外呢 这边只用阳性的Dare 这是固定的 你不用考虑用阴性的D 所以啊 脑海中需要掌握的 就是Wear Dare 这是一个呼应的结构 跟我们前面的 Alice Vars 有点相似 只有那些 每天都把这些事情 都看在眼里 并且呢 在日常生活中 都会考虑到这些的人 这些人才可以呢 在那 Teklische Arbeit Bervetigen 克服他的 每天那些日常工作 Bervetigen 你可以理解为克服 或者胜任 Und in Beruf Bestigen 并且在工作当中 能够Bestigen Bestigen 本来也有克服的意思 好的 所以这是 Ein Buch für alle 这是一本 给所有人的书 后面又跟了一个 关系重拒 由D代出 怎么样的 所有的Alle呢 那些想要学习的人 好 学的内容 后面继续说明 他们如何能够成功的 和自身的情感 以及身边其他人的情感 打交道的 想学这个内容 大家会看到 句子结构里面 依然采用了 Umgemit 这样的结构 也就是 与什么什么打交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了 A.B.C.三本书的大致情况 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小节就先到这吧 剩下的我们在下小节当中 继续给大家讲解 Azo Bestigen Wen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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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